我觉得我在这段感情里 谈得太憋屈了 现在快毕业了 竟然想让我去他家 做上门女婿 我忍不了了 他竟然还嫌弃我 我要不是看他平时听我的 现在他堕落成这样 我都难得管 我现在管他 他都应该感激我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 出去吃饭吃什么 都要告诉他 买包烟也要经过他同意 有这样管的吗 他的自制力特别差 整天好吃难做 我这么做是完全为了他好 他还好意思说我 这样的好我接受不了 感觉精神都非常压抑 再这样下去 我就觉得要疯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曹 22岁来自浙江学生 女嘉宾小芳 22岁来自安徽学生 来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妹 大学同学是吧 是 据说在一起好的时候 还有一段传奇经历是吧 是 先来讲讲 让他讲吧 好 你讲 我们当时两个人 是在网上认识的 因为我们两个人 当时都是做那个兼职代理 就互相加了好友 想退销自己的产品 后来就是在网上聊天 就发现是同一个学校 很有缘分 我们就想着 当时在开学的时候 来见个面 然后发现是 更巧的就是我们 在同一个班里 就发现这种 我们就决定 一直走下去吧 对 觉得特别有缘 那你们那会儿 在网上认识的时候 是同班同学吗 那时候还不知道 是不是同班同学 所以生活你看 这也挺有意思 怎么了 这同学 出什么事了 就最近就是我觉得吧 他管我管得特别多 什么都管 就是什么物质上 生活上 精神上 什么都管 我就感觉像龙中鸟一样 你知道吗 有 有 有 是这样吗 姑娘 管得厉害啊 管得挺严的 实际他这个人 刺制力一点都不好 然后我就是想着 管着他点嘛 让他刺制力好一点 如果他稍微 刺制力好一点的话 我也不会管他了 行 我这么问吧 他刚才说了 物质上 是吧 精神上都管 先说物质吧 钱谁管 我管 你管 愿意让他管吗 我愿意让他管 一个礼拜给多少钱啊 就是我是原来就是爸妈每个月都给我打生活费嘛 约束的时候 我打了我就直接要给他就 就直接上交 一个月多少钱生活费啊 一个月我爸妈给我两三千吧 然后他给你多少呢 每天就给我15块钱 真不够啊 现在食堂15块钱够吃饭吗 两顿三顿 不用啊 就是我给他一餐的钱 然后中午饭和晚饭都是和我一起吃的 我觉得完全够啊 还能剩一瓶水买水呢 这等于给一个早餐钱是吧 对啊 够了啊 哎呀 委屈吗 委屈肯定委屈 主持人您看他的身材和我的身材 你也知道我食量肯定吃他的好几倍 对然后我们俩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肯定就是我们打一样的菜 我怎么样打烧点 我根本吃不饱 就那么几颗青菜 你吃不饱你说呀 我不能说 我一说他就要说我 说我吃得多 要说我胖 那他吃得胖了 我就想让他在饮食方面稍微节制一点 他之前你不知道啊 主持人 他之前挺瘦的 才130多斤 现在你知道他多少斤了 多少斤 180多斤 我就不好意思说出口 我真是的 不是180怎么了 有什么不好意思说出口的 我们180的人怎么了 130突然到180 我还126过呢 你不能歧视我们胖子知道吧